医生 我想知道这位病人 他有没有恢复健康啊 这需要做检查 才能看得出来 那就做吧 做多少都可以 打算你进去的家里 我就没有一天顺心过 在这点上 林多美就比你强项千百倍 妈 你就不能不提林多美吗 你再不喜欢我 一凌她还是爱我 那要是你江湖 我没完没了的 去找儿子不麻烦 沈夏飞他是你的儿子 他刚是我的老公啊 你闭嘴 说好给我第一的 结果居然被淘汰了 我不管 你说可以给我第一 我才答应化妆师 建议的造型的 你最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你说什么 比赛结束了吗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吗 这 我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 是你把我的设计 透露给文欣的吧 你在说什么呀 你说我在说什么 我都听到摩托打电话了 不要再装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怕我告发你吗 如果被上面的人知道了 恐怕 不止丢工作这么简单吧 不怕 tan 文欣 文欣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按我说的做 我就不会揭发你了 喂 林多梅已经在服饰里 被淘汰了 我们最好赶快旅行成功 我知道 我知道 催什么呀 最好快点 不然的话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会善罢甘休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告诉大家 不是故意陷害林多梅吗 告诉我 你也脱不了干系 行了 别再催了 我现在就去银行 把事情的钱汇给你 是我 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录音了 你现在去办公室等我 我马上到 喂 喂 喂 依林 你在哪儿呢 你不是说文杰放我办公室吗 我怎么没找到呀 对 对不起 依林 我忘记了 这样吧 我邮箱里面有 我把用户名和密码 发给你自己查一下 好吧 我把鉴定结果 也发到你邮箱里一份 请查收 我把鉴定结果也发到你邮箱里一份 天哪 这可怎么办了 亲自鉴定忘了山了 糟了 千万不能让你一定看见 爸 我 我跟你说 一般 来 请进 叶总监 来 请坐 叶总监 领带不错 元梦计划小组营销办公室的 新产品调研经理得怎么样了 一切尽在掌握 您来得正好 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这个决赛的事情 快接电话 绝对不能看到鉴定结果 一雷看到就完了 快接电话 陈一雷 我来 就这么定了 好 做我们一切顺利 好吧 你这是干什么 叶总监你在啊 小飞 我发现我给你带了文件 给你 让叶总 那个 邮箱里面文件有问题 我怕你用 孙玥 你以后进来 能不能先敲门啊 喂 什么 有摩托投资评委会 当事人到了 领导们也在 可以开始了吧 林多梅已经在服饰里被淘汰了 您好赶快旅行成功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为什么呀 再好快点 不然的话 会善罢甘休的 我会善罢甘休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告诉大家 不是故意欠害林多梅 告诉你 你也脱不了赶紧 行了 别再催了 我现在就去银行 把实际的钱还给你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林多梅 你怎么可以伪造录音 证据都在这儿 你还不承认吗 依林 不是这样的 肯定是林多梅 用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伪造出来的 林多梅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呢 那我们就交给警察调查吧 警察会知道 是不是伪造的 你跟我出去 一天 真的不熟 各位评委 证据都已经有了 那复事的结果 是不是平坑坑坑一显呢 我们会修改的 林多梅小姐进入决赛 实至名归 除了抹黑就知道抹黑 你是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老婆 你就开心了是吧 你除了丢人 你还能干什么 一连 是多梅他 多梅他怎么了 谁都长大耳朵 你说不是你的声音 就不是你的声音 你不觉得你像个小丑吗 一连 我是你的老婆 你到底在那谁 是没说话啊 不管事实怎么样 你只要在那么多人面前 你不站在我这边啊 那你的意思 你觉得你做得挺对的是吗 我是为了谁啊 你不怀疑林多梅 她为什么进公司吗 她需要健康网站进公司 她到底什么目的 你不清楚吗 什么目的啊 文心 不要以为你心思不正 别人就会跟你一样 你想害我也就罢了 还不惜一切毁掉 其他选手的前途 林多梅 你少装出一副 假惺惺的善良 你要是担心其他选手 你主动退出不就行了吗 这么害怕我入选吗 这么不择手段的 想陷害我吗 别自明不凡了 谁怕你入选 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你也不可能入选 这么说 你承认你陷害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文心组长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还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 会造成多大的负名影响 难道你不知道吗 陈董事长 贵公司的职员 您的夫人 做出了这么不合适的事情 我希望贵公司 可以给我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和说法 造成的损失 我们要求赔偿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 发生我们两家的公司合作 立即停止 是是是 对不起啊 这事我会严肃处理的 你为什么要造成 我们做错什么了 你闭嘴 多美啊 这事真是对不起了 我会好好处理 来 走 真别想到我们多美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处理得很有智慧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关注我以前啊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不长点心 怎么能对付那种人呢 不过那句话说得好 有多强大的对手 就能连接多强大的自己 我才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呢 你现在各方面都很强大呀 一路创进了决赛 你说你强不强大 怎么样 决赛的竞争可更激烈呢 现在刘萱的每个选业手 都很厉害 再厉害 我也要秒杀他们 因为没有人 比我更需要这个位置 我必须回去工作 就坐这边吧 请问两位点餐吗 请问两位点餐吗 你怎么会没呢 你那个呢 我的也没有 我们来早了 还有三十分钟呢 我真的很好奇啊 是什么样的叔叔 能让你这么喜欢 我也好奇啊 是什么样的男人 让你迷成这个样子 马上就能见到啦 嗯 妈 妈 你的紧张啊 紧 紧 紧什么张啊 都 都 都这个年龄了 还紧 紧张什么呀 你看 你都尖巴成这样了 结巴 口干啊 我想喝东西 叫服务院来 叫点喝的东西 等一下妈 要等叔叔来 让他请客 为什么呀 他是男人呢 而且又是长辈 这第一次见面 不是他请客是谁请啊 那不行 你说论年龄嘛 还得是我请 因为我比他大九岁 妈 你比他大那么多 姐弟恋 你没听过吗 女大九 手牵手 幸福路上一同走 九岁 妈 你大得也太多了吧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你怕别人听不见哪 我的天哪 妈 你实在是太前卫了 我超级崇拜你 没办法呀 谁让我们生在不同的岁月 那只能这样 是啊 年龄不能成为谈恋爱的羁绊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 妈 我得跟你坦白个事 提前声明你不能生气 生不生气 得听完了才知道 那我不说 你现在不说 早晚也得说 妈 就是 就是达达 他是数数的 数 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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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不是 四十 你神经病啊 那你十三岁你还敢要啊 妈 你小声点吧 你怕别人听不见啊 你听我说嘛 那我属牛 他说属 子属丑牛 很配的嘛 配你个死人头啊 你想想看哪 我那个男朋友变成我老公 你的男朋友变成你老公 两个老公站在一起同岁的 你让他们怎么相处啊 那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谁让你找个笔记想那么多 谁让你找个年龄那么大的 我上去洗手间啊 妈 在这儿等我啊 快点回来啊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房间里呢 我猜你现在一定皱着眉头 撅着嘴 脱着塞 坐在你的树枕面前 想工作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难道你在我身上放了监视器吗 我整颗心都在你身上 哪还需要什么监视器啊 那你在干嘛呢 那你在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啊 欢迎光临 请 喂 喂 董事长 好的 好的 现在吗 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来啊 里边请 华姐 吓死我了 你来了 不好意思啊 很抱歉 不要紧 迟到了一会儿嘛 我不介意的 不是这个 刚才董事长突然有急事 让我马上赶回去 好像 不能跟你一起用餐了 对不起啊 我们下次再遇 再见 我 我 那个人背影怎么那么像大达呀 是不是看错了 不是已经说不来了吗 妈 你去洗手间 去那么久干嘛呀 我肚子疼嘛 叔叔来了没 来不了了 叔叔也来不了了 什么叫也来不了了 打打也来不了了呀 临时公司有事 一样 他们俩还真有缘 连公司有事都 凑了块去 你还坐在这里干嘛 走啊 去哪儿 回家呀 既然来了 就在这儿吃嘛 你请客呀 即兴表演 表演 你怎么还会有这种题目啊 代言人要拍广告 可能是要考我们的演技吧 要求还这么高啊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看了 电脑看久了伤眼睛 妈 你先去休息吧 嗯 我 你先去休息吧 孝飞啊 什么 晚上一起吃饭 在哪里啊 好 那待会儿见 嗯 嗯 温馨 你也该接受点惩罚了 各位 我先走了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什么 嗯 不要错了吧 怎么了 刘萍 我觉得你不一样了 漂亮 可能是化妆的原因吧 既然想做珠宝代言人 怎么也要在妆容上用点心啊 这跟妆容没关系 是更有 更有味道了 味道 我最近换了一款香水 你在跟我搭茶 来 恭喜你 今日决赛 谢谢 不行 依林当生完我的妻 不能这样冒失找上去惹她不高兴 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吧 对了 今天文心做的事 你也不要太责怪她了 她就是有点孩子气了 对了 对于她我很愧疚 文心之前不是这样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现在变成这样了 我想 大概是她害怕失去你了 如果我进了公司 我们两个就会经常在一起 就会 就会什么呀 没什么 都是过去的事了 都没有 对不起 我一直觉得愧疚于你 是我的错 没有谁对不起谁 可能只是没有缘分吧 开始我是挺恨你们的 还发誓要报复 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想明白了 缘分都是上天注定的 再怎么挣扎呀 也逃不过命运 所以呢 我来参加这次大爷人的选拔赛 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所以现在我会尽我的所能 补偿你 帮助你 陈衣脸 你是傻子吗 你看不出她在言戏吗 小飞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被你呵护得太好了 经不起一点的风吹欲打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我也明白了 太容易得到的幸福 根本就不算是幸福 只有用心经营 用心争取的幸福 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决定忘掉一切的不愉快 重新开始 为了自己 为了妈 还有我哥 为了他们的幸福 我也要努力 小飞 谢谢你曾经 对我的保护 现在 我要成为代言人 努力地赚钱 让哥跟妈 重新过上好日子 不要每天再去买便宜的菜 也不要为了房租而发愁 我的追求变得很简单是不是 只要一家三口 过上风衣足食的日子 我就很满足了 懂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 陈云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你怎么这么容易上当 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从现在开始啊 我要忘掉以前的事 只向前看 小飞 你也不用自责 只要你跟文心 唐唐 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唐唐 对不起 唐唐的出身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你想想 如果没有唐唐的话 我或许不会抛弃一个文心结婚 来 来 你 你 你想想 如果没有唐唐的话 我或许不会抛弃一个文心结婚 为了孩子和我结婚 为了孩子 如果知道唐唐不是你的孤儿 你是不是要和我离婚 再回到林多美的身边 陈云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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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林不识真心爱我 怎么能这样 我那么爱你 你却只把我当作深海色的机器 你先有关心 你确实太可悲了 妈妈 快 灯灯 我们该怎么办 你如果对爸爸不好 爸爸就会把我们念出去 不会再理我们 难道是和妈妈该怎么办 不行 妈妈一定要想爸爸 想把爸爸往回爸爸的心 妈妈对妈妈不可能没有感情 肯定是 肯定是妈妈最近做得不够好 让爸爸讨厌了 对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才说那些奇话 好 唐唐 你赶快先回屋睡觉 来 快点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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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硬厂 喝酒吧 嗯 喝了一点点 快去洗洗吧 一林 你这么辛苦赚钱养家 我去给你弄点喝的吧 或者吃点什么 我要什么都不要 你自己啊 弄杯蜂蜜水去吧 好 你快去洗洗 一林 你嫌弃我是不是啊 一林 我们给唐娜生个弟弟好不好 你怎么现在提这个呀 我们现在可以生二胎啊 我们已经有这个条件了 再说了 等我们老了以后 孩子们都围在身边多好啊 好不好 一林 那要也不是现在要啊 你刚进公司 所有人都看着你做业绩 你现在休产假 你觉得合适吗 一林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了 好吗 赶紧 先去洗个澡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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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但一直 中间要赶紧 的 其实这是法律者 是法律者的 没有 您是法律者 所信者的 他在线上 你被信者相伐 我 赶紧 是法律者的 要是有 你现在在辞职这在下 是什么 你现在都可以 我是九号选手林多美 好 上次表现不错 希望你今天好好发挥 取得好成绩啊 谢谢 请务必让林多美 选择第三个剧本 好 把三号剧本递给选手 好 按照剧本进行表演 给 多美怎么是这种表情啊 林多美 你还是放弃吧 被老公劈腿的女人 你演得出来吗 已经快要愈合的上班 不仅要被揭开 还要用刀子 一下一下地弯来弯去 我都听到 还是乖乖地放弃吧 林多美小姐 林多美小姐 有 有问题吗 好 好 下一位 我可以 时间宝贵 那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你爱他吗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背着我 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林青 我会怎么不听的说话 我曾经以为 就算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化心 死心烟囚 但我的老公 你都没有告诉我 结婚的时候我爱你 我现在根本不爱你 我现在暗闻心 因为她出门挑战 你了 一生不变 啥子可爱 你 你今晚 和我哥的亲子 你的嫂子 太子不知见了 林多美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你的谁 有谁能告诉我 我曾经坚信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出轨 你也只会爱我一个人 你知道 被最吸引的人背叛是什么样的滋味吗 其实我不需要你说出口 你知道 当我发现 你跟我嫂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不 不 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 青北柔色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永远不会知道 灵魂被死碎 是什么样的 感觉 只是他一点都遭不过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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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好 好 好 真不错 是吧 真不错 是吧 好吃吧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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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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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刚刚比LOS即将推出的年度重磅作品《圆梦计划》的代言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这位从签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的美丽代言人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能成为比LOS婚戒定制中心的代言人我深感荣幸 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更要感谢曾经无意中帮助过我的人 没有你 就没有我林多美的今天 最后我想说 我会尽我所能为比LOS贡献出我全部的力量 为每一个选择圆梦的人实现婚戒定制的梦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多美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她怎么能得第一名呢 一连 一连 怎么了 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什么蹊跷 林多美她代言人啊 决赛选手那么多又年轻又漂亮 都没有入选凭什么林多美入选啊 光是漂亮能力也不行 林多美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她能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不过不好 一定是因为叶南迪 她跟叶南迪平时关系就不清不败的 私底下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其实本来就有不正当的关系 一定是叶南迪想捧林多美 所以才私底下定她做代言人的 不可能 叶南迪她没有这个权利 肖飞 多美 文心 恭喜你啊 谢谢 原梦计划是我爸的企划案 我能参与其中 对于我来说是特别高兴的事 不过以后要经常见面了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啊 当然不会 那就好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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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别摔着啊 快快快快 快 宝贝 美丽姐了 累了 来 堂堂你先来 来 让爸爸休息 爸爸累了啊 吃点水果 让爸爸休息一下啊 嗯 来 爸爸 喂爸爸吃一个 哎呀 哎呀 林多美 居然还敢在我面前炫耀 当个单一人了不起吗 我不会任由你这么得意下去的 多美再是离间计 啊 文心 都说我不好 你和 什么都什么呀 啊 啊 你都没身子本来就是 你有必要这样对她吗 你都没 在这儿演什么呀 文心 一心加重 意外篇出 不行 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吧 可是您说过 给我两个多小时采访时间呢 笑飞旧情复然 冷面待期 她现在已经够惨了 你就不能放过她吗 因为爱心来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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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多的时候 我会自然不停的说话 那是害怕你的空气被我冷却了下来 那是一种鲜鲜苦苦惹惹 不知名的酒 从我心里流出 又只往心里逃 我是你的谁 有谁能告诉我 我该站在那个角落 等待你的暗示 好好安排自我 你是我的谁 你是我的谁 从没人在乎过 其实我不需要你说出口 心若鲜熄 心若鲜熄她一点就足够 尽在不言中 你都不离 可以看着你